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 提名期下个星期一结束 今日报名价包括首次参选的演艺界和法律界人士 演艺界人士江西省政协邝美云 下午拿着380份提名 首次报名参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因为很多朋友都祝福我 特别是最重要是选委支持我 很希望我们所有的香港人 还有我们国内所有的人都可以人人有书读 我觉得知识是可以影响命运 我希望可以在这方面提出了贡献 律师会前会长林新强也是首次参选 他说有政党、议员等人支持 拿到92份提名 强调自己没有给任何一方劝退 有些路有计划 你偷偷拿一百张就差不多了 那我拿到差不多的时候 那我就停了手了 大部分我的爱国爱港的朋友和机关 都一定是支持我的 那我觉得现在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我们的选民去支持我 其他报名争取连任的港区人大 包括上届港区人大选举成为票王的立法会议员廖长江 公开大学校长王玉山 已经报名的郑耀堂就再补交540多份提名 新兼立法会议员的马逢国也都报名各族连任 提名期在下星期一结束 港区人大选举工作室会在即日公布 有多少人报名参选 而选举日就会在今个月19日举行 无线电视记者吴指敏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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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